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明代青花瓷器有敌款是官窑还是民窑 一个日本人到中国学了瓷器时候销往日本 曾经从故宫借出来的文物是真是假 乾隆共末的话上面都是纯金的 剧作家的书法作品会有价值吗 气势庞浦的中堂作品究竟价值集合 听专家讲述宝物背后的历史 一锤一鞭 与别相约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一锤定音 我是主持人注意 首先欢迎今天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 欢迎杨宝杰先生 欢迎李学伟先生 欢迎杨静荣先生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 为本场获胜者提供奖品的艺术家 我们欢迎江苏省玉雕大师 饶宾先生 饶宾 中国玉石雕刻高级技师 擅长创作仿古 花鸟 毕竟佛教题材 作品在结合传统题材的同时 融入现代元素 提升作品的文化价值 历史价值及艺术价值 近年来创作的作品 在国内诸多玉雕赛事中斩获大奖 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 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艺术作品呢 您好 您看您来就来了 还带着这么好的东西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奖品 今天这件奖品是一块南红马脑 雕一个荷塘还有两只鹿丝鸟 有什么寓意呢 寓意是和和美美 碌碌顺利 然后在此祝大家家庭幸福美满 事业顺顺利利 好 谢谢 谢谢您 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 扫描屏幕下方的奥码码 添加一锤定音官方微信公众号 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 可以同步和我们的现场来进行答题 还有机会通过答题来到现场 成为我们的现场夺宝人 今天我们的六位夺宝人 来自各行各业 其中就有来自公众号上的 答题的热心观众 就是我们的一号 来 先从您自我介绍一下 贾建明 艺术品投资人 通过一锤定音官网 答题考试脱颖而出的选手 今天来呢 一是学知识 最主要的就是夺宝 张晓文 补完店主 作为业内人士 今天是现场检验自己实力的时刻 我觉得今天这件宝贝呢 我觉得就是我带着应该挺漂亮的 赵宏 文化公司经理 关于艺术品市场价值分析 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主要过来呢 也是跟三位专家老师 还有咱们这个玉雕大师嘛 过来学习 一二三号都很客气 满嘴学习 是不是 这就是说给四五六号听的 我们听四五六号怎么说 来 四号 杨爱民 投资公司总经理 对于他来说 艺术品投资需要谨慎的投资心态 王静 拍卖公司董事长 他来到一锤定音 不光是夺宝 更想寻找合适的拍卖品 安刚 珠宝公司总经理 资深业内人士 一线卖家 在这里将展示自己独到的眼光 上次的话 上次跟那个奖品 真是擦肩而过 你们都注意他 这人厉害 这人厉害 没有 没有 手得比他快点 没有 没有 今天我们计分 同样会用到一枚股钱 这个钱比较少见 它的名字叫做 南朝四珠钱 请看短片 它是一枚南北朝时期的钱币 驻于公元430年 毕念有四珠二字 公元454年 续筑四珠 被念加孝贱二字 俗称孝贱四珠 本期所用是早期的四珠钱 今天每答对一题 会获得一枚南朝四珠钱 今天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抢答题 我们抢答题的规则是 谁抢到谁回答 答对了加一分 答错了扣一分 接下来我先出一道抢答题 让大家感受一下得分的滋味 当然如果答错了的话 背后会出现一个特别大的蛇字 表示你们欠我们的 来 各位 请听题 这个南朝四珠钱 结束了西近以来 约一个半世纪 朝廷未曾筑钱的局面 它离汉五珠的出现 晚了约多少年呢 这是一个历史题 A 150年 B 300年 C 550年 D 650年 开始 三号 你 对 推算一下大概 汉五珠应该是 我记得应该是 汉五帝时期铸造的 应该大概是公元前一百多年 然后南朝的话 应该是公元后的四百多年 那这样算起来 所以算起来 我觉得应该是C 可能是五百 应该是五百五十年 五百五十年 好 各位 验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我们的夺宝人 是不是真的有 这么渊博的历史知识呢 他选的是C 五百五十年 这是他算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 正确答案是 C 五百五十年 三号 恭喜你 获得今天第一枚 南朝四珠钱 好了 今天为大家准备了很多 丰富精彩的藏品 第一组两件宝物 请看短片 本届藏品宝主认为是两支明代青花碗 这两支碗青花发色自然艳丽 具有典型的明代青花装饰特征 两支碗上会有龙纹 花卉纹 鱼纹等 所汇纹是轮廓简洁雅致 比例恰到好处 是两件难得的大开门起物 宝主报价四万元以上 本届藏品宝主认为是一对明代正德年 青花碗 这对青花碗台质细嫩 白叠圆镜 画面布局 主题鲜明 绘画笔意顺畅 青花发色明亮浓艳 展现出明代青花的独特魅力 底部有五粮大腐 无销锐造的款制 宝主认为非常难得 烟子报价五万元 两组都是明代刺器 到底谁是真的呢 第一组的两件宝物分别号称明代青花碗两只 和明代正德青花碗一对 有请两位保主 欢迎柯红 苏佩华 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这位是柯红先生 柯先生来自 来自朝阳 北京朝阳 朝阳群众 您这个是分着收藏的还是一块买的 分着收藏的 分别是什么时候得到的呢 大约就是十一二年前 十一二年前 在广州 花了多少钱 大的是花了五千 五千 小的是两千 买的时候人家告诉你这是明朝的是吧 他就说这是明朝的 好 您认为这是明朝的是吧 明朝的好 好 这个苏佩华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 苏先生来自哪里 来自房山 也是北京 北京 这一个东头一个西头 是吧 这个您这个是明代正德清华文 对 这是正德 这是外销词 还是外销的 这五粮大补是日本的人 他是来中国 改名叫 给取名叫吴祥瑞 这人是谁啊 是哪 那个五粮大补啊 就是日本的 才来中国 是个日本人 对 日本人 来中国学 对 到景的这 那跟这个碗有什么关系呢 他这是他做的 他做完又算外销词 这是销往日本的就是 一个日本人到中国学了词题之后 销往日本 对 是这么回事啊 这么回事啊 这有点意思啊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大家的意见吧 我们先听一下一号 贾先生 您怎么看呀 以我看呢 就是蓝色台子上面这个两个碗是典型的日本风格 它的青花和它的画法是借鉴了我们中国的青花的一些画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日本加工的 不是在中国加工的 就是日本货 就是日本词 但是学了中国的技术以后 才加工成这样的 所以我 但是年代上来讲呢 我觉得差不多符合那个年代 所以我觉得 应该是日本风格的青花词是没有问题的 我感觉啊 还是肯定是红色台子这个 然后明代的这个 这个青花它这个颜色啊 是这个深沉一些 这个蓝色台的这个青花的颜色看着就有点不对了 好 接下来我们选吧 第一轮 各位如果认为明代青花丸两只 这个说法是对的的话 选一 如果各位认为明代正得青花丸一对 这个说法正确 选二 请 来 我们来看一看六位第一轮的选择 请看 选择 有点意思啊 一号和三号两位选的是明代正德青花丸一对 问一下三号 我觉得那个这个就是红色的这个这两只丸呢 其中右边这一只小一点的 我觉得有可能是碗青的 通过它的青花的发色 包括它的底款的书写和一些感觉嘛 我觉得应该有可能像清代做的 好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杨敬荣先生 宣布第一组两件宝物之中描述正确的是 是 明代 明代 青花丸两个 2456号 得加一分 谢谢各位 这我也没看明白 这得杨老师说 第一 为什么那个说的不对 第二 这个为什么它能是明代证据在哪 杨老师请 这个第一款是写的是 五良大谱 吴湘瑞造 这吴湘瑞啊 就是原来这个 编出来的一个故事 日本人讲了 这个我们这个技术是从朝鲜学过来的 所以他们老说啊 就是说的 中国人瓷器啊 是我们的父亲啊 父亲啊 朝鲜是我们的母亲 他说我们是儿子 这是他们自个儿说的啊 那所以你从这考证来说啊 就这个 这个五良大谱 就是吴湘瑞这个 这个看来就是一个历史上的传说故事 您这个千万的留神 这个 花纹对 造型也对 那款制啊 写得也马马虎虎 但是就是现代新仿制的 所以一定要了解这历史 好 谢谢杨老师 谢谢杨老师 所以苏先生您说的呀 不对的部分挺少 他不是大名正德而已 谢谢苏先生 谢谢您 谢谢您不远千里来到朝阳区 好 谢谢 好 再见 再见 好 接下来探导一下您这两只明朝碗 这俩您愿意卖个三万块钱 也就那样 也就那样 这三万块钱怎么组成的呀 小的多少钱 小的可能就是 一万 大的是两万 小的一万 大的两万 不拆卖 各位对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我们先问一下六号吧 这个天天在市场里边 是吧 对 这个价格您认可吗 觉得 价格稍微有点虚高 咱们这个藏宝人都说了 一个是这个民间的 一个是这个 还有点残缺的 你这么带加起来 这三万块钱稍微高点 高了 明带的呀 明带的话 确实保留时间 这么长时间了 也很难 你找个特新的 你找找我看看 是不是 找不到 真找不到 就是 行吧 那你买了吧 好吧 买了吧 少点能买 少点 两万九千八 是吧 这就跟他不一样 这是 这是做股完生意的人的想法 对 净货 净货价 净货价 卖多少钱 卖五六万吧 二号怎么看 我觉得 价格应该在 一万左右吧 还有更低的吗 四号啊 四号 四号 我还是出家的话呀 我就是出 五六千块钱吧 行 跌破发行价了 是吧 请问一下饶大师 饶大师 这道题的标准答案 我们是来自于 专业机构的评估 就是这个 一级市场的评估 所以您分析一下 市场会给他评估 一个什么价格 我觉得这件东西 大的和小的两个 相对来说 有残次 但是如果是我个人出价的话 我觉得 小的出个八千 大的出个一万吧 这是个人 个人 机构的事您猜不着 是吧 这个看机构怎么评 好了 各位 你们认为 柯先生的明代 清华丸两个 现在市场评估价格 会是多少 请输入你们的答案 来看六位的出价 好像有点惨啊 是吧 出价最高的是五号 出了两万 出价最低的 就是那个一号 一号五千八百八十八 好 谁最接近 谁能获得这一分 我们来看看 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贩卖公司 和一家股完成 对于这样的一件 不对 对于这样的两只 明代清华丸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四万五千元 五号加一分 价格还可以 还可以 还超出我的那个 那个价格 广州这次没白去 没白去 杨老师这个价格 您觉得怎么样 刚才那六号不是讲的很轻重的 要他收完以后要在市场上卖 就卖五十万吧 这是一个市场应当就是可以成交的价格 一会儿咱们要多听他说他卖多少钱 那个什么原因 就是其实刚才他 咱们这房主本人啊 对那个贷款的那个还不太重视 其实啊 这贷款的那个应当比那个价钱要高 因为他带着六个字 这个咱们这部分是标准的外销词 你这个应当是加净书了 刚才三号提了一个观点 他反而远远一看 他说这个青花的颜色像青枣 对 这就是明晚期的时候就加净的时候有 就民谣里边有的青花啊 就有这特点 你看有点像什么像宣德的 除了还有那鹤斑的 所以这民谣的 你不能按官邀的那个定的时代 定时代大家一定要注意 怎么把握它这个造型特征呢 你记住了 不论是盘子还是碗 只要到明晚期 人家手一抠 它能抠起来 你要一看见这个 这肯定就是明晚期的 另外为什么我说 它那有六个字不叫值钱 这个也是当时外销词里边的一个品种 就是说这个东西 你别小看这几个字 只要带字的价格都高 如果没字 你这东西就两万多块钱 加了这个六个字 加出来的钱在这儿了 好吧 好 谢谢杨老师 这甭管是谁写的 有字就是值钱 对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再见 再见 在16到18世纪国际贸易中 畅销或是中国的瓷器 这些被人们称为外销词的瓷器 对于今天的收藏人来说 它们好像非常陌生 那么这些早期的外销词 同国内自家用的瓷器有何不同 有没有什么收藏价值呢 从陈传考古与域外陶瓷考古的文物来看 中国外销词包括唐代的月瑶青瓷 形瑶白瓷 明代至清代主要是由景德镇生产的 专攻欧洲和美洲市场的瓷器 这些瓷器也是欧洲艺术和中国瓷器的交汇融合 欧洲商人提供的瓷器牧养和画样 丰富了中国瓷器的造型 欧洲宫廷画师们设计的文章 瓷器商人提供的丰富画稿 使外销词器文饰 充满了异域风情和欧洲时尚 这些瓷器其实本质上 与国内瓷器并无差别 以销量最大的青花瓷器为例 虽然外销词和中国本土青睐的青花瓷 风貌略有不同 但它们气质相通 简卑清水出芙蓉的美 和冰激自有先锋的雅 看似简约 却有不动声色的奢华 因此对于外销词器来说 这些见证着丝绸之路的繁荣 与昌盛的时光载体 是欧亚大陆的不同区间 多次叠加发生的文化大循环 由于这种文化的循环往复 以至于在瓷器这一载体上 产生了世界性的交融现象 从长远来看 也是我们收藏研究的热点 好 我们看一看 接下来是今天第一轮的抢答题 各位请听题 明代青花常用苏麻黎青 因为什么元素含量高 从而呈现出独特的青花色彩 铁 猛 铜 铅 开始 一号 B 猛 猛 好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 是铁 一号扣一分 一号没有分扣 所以你现在欠我们一分 为什么呢 杨老师 因为它出现那个青花里边出现那个结晶斑 这是苏麻黎青的特点 对 那个苏麻黎青里边的那结晶斑 主要是因为有这个氧化铁 对 那网它里边含量低 不是特别高 对 它没有太大的影响 是 这题目很严谨 它是说什么含量高 导致了它有什么 并不是因为它含什么 导致了什么 好 请听题 在陶瓷鉴赏中 人们认为青代最好的瓷器是 雍正时期的瓷器 那么明代被认为最好的瓷器是什么时期呢 鸿武 宣德 成化 开始 还是一号 我们还没出现过两个说字 你想 被认为最好 应该是B 宣德 宣德 是吧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 成化 一号史无前例地挂上了两个舌子 不是宣德吗 我也觉得是宣德 杨老师 它是综合的评价 就是说这个 宣德的青花确实非常有名 你包括成化的比不过的 但是你该一说成化 成化的词质 而且它那个彩绘也特别成熟 综合评分最高 是吧 这个在历史上是有评价 也是在陶瓷史上里边 大家是比较有公论的 就是说综合评价 明朝 成化词记最好 所以有句老话 其实在陶瓷业界经常听到 说明看成化 轻看雍正 所以应该是成化 一号一下就负二分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的第二组 两件宝物 请看短片 本届作品 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乾隆时期贡墨 此墨索用材质上乘 质地细腻 墨色光泽如玉 一面天金苗字 另一面用多色金水田山石 松柏山水村发多样 苗金气势澎湃 贡墨稀少十分难得 宝主认为 无论艺术价值还是收藏价值都是极高的 因此报价十万元 本届作品宝主认为 是一对清代掐丝发廊铜瓶 此瓶为铜胎上面 用金属掐丝成各式图案 上填发廊彩柚 柚颜色丰富 整体华丽非凡 此对铜瓶造型端庄古朴 掐丝发廊工艺娴熟 通体精工细作 虽然底部无款 但也进行皇家风范 因此宝主报价一百二十万元 本轮登场的两件仓品都是清代 一件号称是乾隆贡墨 一件号称是清代掐丝发廊品 到底哪一件是真的呢 第二组两件宝物 一件号称清代乾隆年贡墨 一件号称清代掐丝发廊铜瓶 一对其中有一件描述不符合事实 我们听一下目前得分最高的五号的看法吧 您刚才这么一看觉得哪个对 我根据自己个人的判断呢 是蓝台上的这对铜瓶 感觉更好一点 瓶子的这个秀 平时看到的很少 因为这个 尤其看它底足上面的这个秀 反正这个秀确实是有点 有点多了 我觉得还是有点犹豫 说不定有的年份潮一点 是不是啊 存放的环境稍微水分大一点 也有这种可能 好 今天这一轮没有保主在台上 所以各位现在就做出选择 如果认为清代乾隆年贡墨 描述正确选一 如果认为清代掐丝发廊同屏正确选二 请 我们来看一看六位的选择 请看 莫平 莫平 平 平 你看一号跟三号老一样 你看到没有 好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杨宝杰先生宣布 这一组两件保护之中 描述正确的其实是 清代 清代 加斯发廊同屏一顿 二号 四号 五号 六号 再加一分 这莫的毛病在哪呢 杨宝杰先生 这个莫的毛病呢 第一呢色彩比较乱 一般的要是前龙的供莫的话 首先它那个表面 就表面那一层 跟刷了层漆似的 特别亮 像这种呢 一看上面发屋 有一层毛的感觉 好像是保存不当似的 而且还说开片也不好 这都是一个比较差的一个 一般的就是乾隆的 或者是明代的 那么开片就是列的有点比较大 都两半了都 因为咱们里边保存啊 干尸都不好 都两半了 小的开片少 一般都是 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年代的呢 这个应该是现代的 现代的 因为故宫好像是就是 借了一批到安徽展览 展览完之后 人家翻了好些毛的 都是原不翻下来的 很有这事啊 这批东西呢 要看这新的和老的 有什么区别 一个是看表皮这个 就是这个黑漆色 还有一个看它款这块 新的一般款上都有 都是它那款做的 都是毛的刻得不好 都上面有小纹理能看出来 再一个呢 它这个金呢 一般的这个金的人 在乾隆供莫的话 上面都是纯金的 就是那个金都是金粉 或者金莫的 那个金的颜色 跟你也是不一样 那是真金 那是真的 这个呢 这个是不是 而且没那些灵贯的色彩 像那个什么石青啊 还有这个有点朱砂 这个色有点多了 色彩太多了 谢谢各位老师 接下来 就给他们探讨一下 这俩瓶子的价值 是吧 刚才还有人质疑 它瓶子这底足上 绣得怎么那么厉害啊 不管怎么样 这瓶子现在应该值多少钱呢 这个答案其实也很容易找到 我们问一下六号就知道了 六号你多少钱收啊 我多少钱收 我都绣成这样了 刚才有人说这个绣啊 保管其实不好啊 是啊 十二万吧 去个边 十二万是你收啊 是你卖啊 我收 我收 那多少钱卖呢 这个不能说了 这个答案比较重要 不能说 一般他说多少钱卖 那个一般是最后 因为他就市场里嘛 是吧 一号 你觉得他值多少钱 因为是一对嘛 但是整体品项稍微差一点 我觉得 六万吧 能值六万 如果品项好值多少钱 品项好的话 恐怕要十多万二十多万 因为这种 同胎掐丝法郎这种工艺 在清代的时候 还是级别比较高的 二号 你觉得他值多少钱 我觉得过百肯定不可能 砍一半吧 五十 五号 我们来听听五号 我这个人比较实在 对 我这特别想听五号 说点瞎话是怎么说 来 我们听一下 我觉得这个 从年代上来讲 我觉得这对瓶子 应该还是很值得收藏的 我的价格应该很高 很高是多高的 一定要说数字是吗 你可以骗骗大家吗 我觉得这个瓶子 确实应该在七位数左右吧 真能到七位数是吧 五号说了他不说瞎话的 当然他说的不一定靠谱 别看他现在分高 各位请输入你们队 这对青带同胎 掐丝发廊屏的价格 来 请 小大师您觉得多少钱 对于这个不是太了解 但是我觉得 他这整个品相来说 还是稍微刺着点 我十万吧 十万 好 来 看一下六位的出价 好 出价最高的是王静 出价最低的是杨爱民 我们来看看 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排卖公司和一家股完成 对于这一对 青带掐刺发廊同屏 给出的市场估价 是 一万五千元 所以才十六万的杨爱民 最接近 四号加一分 全场一片哗然 一万五千元 这个各位 我们有类似这样的东西 都给安刚送去 这能变现不少钱呢 是吧 一万五千元 这个没想到 杨宝杰先生一看 也很不好意思的样子 是吧 感觉是他很对不起大家 杨老师 一万五呀 对 一万五 一万五都觉得 我都觉得稍微有点高点 一万五 一万五都 不是 您在什么 这宝主听完了多生气啊 因为这个是这样 首先京泰兰呢 坐的比较多 这个呢就是 占一个什么呀 就是清代的 清代的 你看它的颜色 有渐变 在这花啊 包括树叶都有渐变 这做工还可以 但是唯一的一点呢 就是保存现象太差了 它可能搁的环境呢 非常不好 表面它那个 应该那个 掐丝那块 以前都留过筋 但是上面都起了一层的绣 那个绣像简一样 要处理这个呢 应该是还得 就是还处理真的 要一般的买这个人呢 就是这个品项呢 非常重要 就是你买了之后 它这个收拾的成果非常大 你要收拾坏了呢 可能还不好 很容易就弄坏了 对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价格呢 你得 这价格就是一个 没收拾前的价格 你要收拾好 特别漂亮 干净漂亮 可能价格比较高 一般警察呢 要带款的 能够价格更高 像上埋吧 这个没有款 这个呢 没有款 要有款的话 价格就会更高 所以它这个呢 一般的就在市场流通 没那么高价格 好 谢谢杨老师 大师为何质疑 连续奢分的选手 能否反败为胜 最终谁能获得大奖 一锤定颠 精彩 人将继续 发廊 一具在制作过程中 具体加工工艺的不同 可分为 掐丝发廊器 暂胎发廊器 化发廊器 和透明发廊器 等几个品种 那么在这些众多品类中 哪些发廊器 值得输层呢 同胎掐丝发廊器 在明代最为常见 其后工艺水平 均明显下降 清代的掐丝发廊 工艺胎薄 掐丝细 采用 也比明代要鲜艳 花纹图案 反复多样 乾隆时期制品 虽然不能和景泰 成画时期相比 但是比起红质 正德以后的出品物 也绝不逊色 二十世纪初叶 景泰兰总体制作水平 不及前代 胎体薄 色彩鲜艳 有浮感 做工较粗 发廊器 作为艺术品收藏中的 一个门类 也吸引了广大的 收藏爱好者 但是要注意的是 一般来说 收藏所指的发廊器 是指晚清和晚清以前 用手工制作 工艺复杂的 卡丝发廊 而当时 这些卡丝发廊工艺的 每道工序 都有很高的要求 而且 因为保存和收藏难题 使得晚清以前的 贫质优作工精的 卡丝发廊 可以说是 凤毛连脚 因此 稀少的存食量 与广阔的市场需求 形成了一个明显的 反差和增值空间 所以 对今后的市场来说 卡丝发廊的升值潜质 相对也更大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继续抢答 请听题 发廊生产工艺 需要历经数十道工艺 最后一道工艺是 A 磨光 B 烧火 C 镀金 开始 1号 我觉得做完了以后 最后的就应该是磨光了 抛光了 好 1号选的是A 磨光 对吧 反正是最 拼了 反正已经破纪录了 是吧 对 这无头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 最后镀金 1号收我们三个钱了 这麻烦了 这个麻烦了 杨老师 最后镀金 一般的就是 先打磨平了之后再镀金 镀金得 最后 因为你收拾干净 对对对 因为你要是打磨不平的话 抛光弄不好的话 它镀金的话 没有效果 最后等于是 就是跟化妆品似的 上一层化妆品似的 对 它是镀金 我们化妆也是这样 先要打个底 对对对 最后去镀金 然后再往上面铺金粉 好 1号你这个 争取 创造一个 后人无法企及的记录 下一题 请听题 中国传统记忆中 发廊又流利所使用的矿物质 属于同一种矿物质 它是 A 铜 B 龟酸岩 C 铁 D 金 开始 我真没见过四个蛇 什么样 1号你的答案是 B 龟酸岩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 龟酸岩 恭喜1号 去掉一个蛇子 你欠我们的账又少了一个 如果你学这个龟酸岩专业 它是有一个学科 里边包括水泥 也是龟酸岩 水泥 陶瓷 玻璃 它不叫法郎 然后叫唐瓷 唐瓷 这几个是一个专业 阳瓷嘛 就是 对 阳瓷 当然叫唐瓷 对 这样我们就知道 美国这个龟骨是怎么来的了 是吧 它就是 都是龟酸岩 好 接下来第三组两件卯物 请看短片 本届作品 宝主认为是近代戏剧家诗人 田汉自书的一件书法作品 本幅书法作品动静结合 布局虚实电话丰富 行笔流畅 表现了高度纯属的书法功力 行笔轨迹所体现出来的弹性和力度 给人一种静渐流畅的美感 因此宝主认为 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报价15万元 本届作品宝主认为是周思聪所书会的一幅写身稿 作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杰出的女画家 在本件作品中 周思聪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 将人物的形象刻画的准确传神 尤其是整体场景和人物动作的结合 描绘得徐徐如生 整幅构图精巧 用色丰富笔墨雄剑 意境深邃生动 当为周思聪倾心佳作 因此保住报价30万元 两件书画作品 一件是近代戏剧家诗人的书法作品 一件是近代女画家的人物作品 那么哪件是真的呢 欢迎各位回到《一锤定音》 第三组两件书画 一件号称田汉自书师利轴 一件号称周思聪写生稿 说起来两位作者那都是很厉害 震聋发聩 我们先请李学伟老师 给我们介绍一下两位的生平 李老师请 田汉呢 大家可能有所了解 他是著名的剧作家 词作家 是我们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 三大奠基人之一 田汉的书法 他不是专业书法家 但是有文人情怀 学者 而且才气特别大 这幅书法一看 就是向书法家写的 周思聪先生呢 是我国著名的人物画家 师从蒋兆和李克冉 刘灵昌等大师 是我国女画家当中的佼佼者 他画的人民和总理 到目前为止 这个描绘总理的画作 还没有超过周志聪先生的 好 谢谢 谢谢李老师的介绍 我们听完李老师的介绍呢 对我们判断哪一幅是真迹啊 我反正觉得帮助不大 一点没提 我们听一下一号的看法吧 周思聪先生这幅画呢 我觉得其他的还可以 就是这个人物嘛 我觉得太胖了点 而且这写的是 七二年写生稿 是的 我觉得不应该出现 这么风鱼的 七二年没人吃这么胖 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 其实周思聪先生呢 他的这个女性作品和儿童作品 他的大部分人物形象 脸都是很圆的 都是大部分的脸 他都是比较圆润可爱型的 就是他的笔下的人物 都是比较圆润可爱 我也特别倾向 这个周思聪先生这幅画 这个画的真是太细了 包括那个灯光 画出来特别的美 特别的像 就哪个时代也得有胖子 对 每个时代 就安刚说的 每个时代都得有 有俩胖子 是吧 刚才听李老师说这个 这个田汉的这幅字 有点像书法家的作品 后来我就感觉 有可能这边这个 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透露了一点这个信息 是吧 对 他不是书法家 但是说像书法家的字 对 另外一点呢 我觉得我前面 一直跟着一号 答的 我都错了 我觉得这次 我应该跟他反过来一些 你前面是跟着一号 我们俩都碰到一起 对 你只能说 你前面都跟一号 错在一块了 错在一起 好 请各位 现在做出选择 如果认为 田汉自书师立轴 是对的 选一 如果认为周思聪 写生稿是对的 请选二 请 张大师猜一个 我觉得这个 周思聪先生这一副 我觉得就是 这个人体的这个角度 就两个肩膀的高度 还有就是桌子 把他的身体挡住了 但是按照结构来说的话 这个结构 这个身体 这个是很别扭 我觉得有点别扭 是吧 我觉得有点别扭 要挑反正能挑出毛病了 我们来看看六位的选择 请看 选择 田汉自书师立轴正确的 是一号以及四号两位 一号永远跟大家不一样 你看看 然后二号三号五号六号 选择的是周思聪写生稿 好了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李学伟先生宣布 这一组两件宝物之中 描述正确的是 是 田汉自书师立轴 一号 一号 四号 各加一分 一号 再去掉一个舌子 恭喜你 我觉得大师看问题 还是很敏锐的 发现这结构上 都有点问题 我们请李学伟老师 给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人物造型 我们先说 因为周思聪先生 这个造型一定是非常准确的了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人物的造型 就像刚才大师所讲 造型不准确 现在的腰你看不到在哪 这样一件作品 不会出自大师级的 这种艺术家之手 我们再从字上看 写身稿 这就是自甲者 不懂常识 大多数的写身稿 不盖章子 写身稿是面对实物 所描述的 经常是随意的 多数没有铺杖 所以硬伤太多 是吧 硬伤太多 当然了 这个造假者也没说 这是周思聪 他就写了一丝丛 叫思聪的多了 是不是 一号 我觉得一号信心上来了 一号信心上来了 田汉自书施力轴 是对的 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 这件作品目前的市场价值 它应该值多少钱呢 六号 就刚才这个 从这关系里边一听 这钱应该就值得高一些了 高了 上去了 上去了 高了 15万 15万 对 15万 你收 可以收了 人家说10万给你 你说不行 我给你收 加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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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卖100万 对 要能卖出去还行 那又是砸手里了 6号有指导性意见 有指导性意见 5号 您觉得它值多少钱 我其实对这个市场的价格 不是很了解 这个完全是 说说心里的感觉吧 完全是靠我自己 对它的一个定价 我觉得应该在10万以内吧 到不了10万 是吧 好了 接下来请各位输入 你们认为 这服田汉自书师 它值多少钱呢 请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真实的出价 请看 一号四万 二号十五万六千八 三号十三万 四号二十万 五号五万 六号三万 六号你觉得 你把大家给忽悠了吗 不一定 不一定 我觉得好多人 就是听了你说的才给的 真的 好 我们来看一看 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盘卖公司 和一家国安城 对田汉自书师利轴 给出的市场估价 是 三十五万元 杨爱民最接近 四号再加一分 就是值钱 当然我也不是太能理解 我不是太能理解 李老师 您给说一下 这幅字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虽然不是专业书法家 但是比专业书法家 写得不差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流露 流露出财情的 这么一件作品 为什么这个价格呢 现在呢 一些名人的信杂 价位也都非常高 但是像田汉这种作品 非常非常少见 市场上 见到信杂比较多 真正的这种成型的大作品 非常少见 所以物以稀为贵 这个价格还不应该是高价格 日后可能还会有升职空间 好 谢谢 谢谢林老师 各位 接下来继续抢答 请听题 田汉左右国戏剧早期电机人之一 他早在1927年就创办了一个戏剧社 它是 和声社 南国社 义友社 开始 六号 这打破尴尬吧 对 义友社 C 义友社 正确答案是 南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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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一下 四号最应该按的就是你 是吧 你这么多分 少两分怎么了 下一题 请听题 好 田汉也是我国电影事业的开作者之一 他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是 胡编春梦断笛余音 翠燕亲王 开始 四号 A A 胡编春梦 您特别喜欢这个是吧 对 好 正确答案是 翠燕亲王 四号扣一分 接下来我们看看 今天所有的题目答完之后 排名前三位的是哪三位呢 排名第一的是拥有四分的四号 排名第二的是三分的五号 排名第三的是两分的二号 恭喜三位进入今天的最终环境 我们的四号呢 拥有三次出嫁机会 五号有两次 二号只有一次 今天我们给大家来进行估价的 我们特地选了这样的一件作品 它是 《河海峡山水对联中堂一组》 本届藏品为河海峡先生所作的 《山水中堂一组》 河海峡擅长山水画 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施法自然 它水墨 青绿 介化等 诸多领域均有所建树 这组中堂作品就是河海峡先生的代表作 作品中笔法 泼墨等 都高度娴熟地融为一体 那么这样一件作品 最终拍卖公司将给出什么样的骨架呢 在各位顾驾之前 我们请李学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河海峡的生平以及他的作品 请 河海峡先生是五国著名的画家 也是《山水花卉》都可以画 是张大千的德意弟子 在张大千金碧山水的基础上 又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 书法呢 他的成绩成就相对比画还要高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出价 介绍一下我们的出价规则 我们的每个人拥有不同的出价的次数 但是最后我们会有机构 给出的标准参考答案 无论是谁 如果你的某一个出价 最接近标准参考答案 就是今天的胜利者 我会在每一次出价之后 给出提示告诉你 这个出价高还是低 可以作为自己的提示 也可以作为别人的提示 拥有出价次数不同 所以请各位注意出价技巧 我们的还有一个规则就是 十秒钟之内必须有人出价 十秒之内没人出价的话 当时拥有达出价机会最多的那位 就得用掉一次机会 好 各位 何凯霞山水对联中堂值多少钱 请出价 四号 五十万 五十万元者 这是杨爱民的第一次出价 五十万元 请听提示 这个出价 高了 继续出价 好 王静请 我刚想提醒王静出价 杨爱民立刻追了一下 来 杨爱民 二十五万 二十五万 二十五万元是杨爱民的第二次出价 二十五万这个价格请听提示 低了 所以各位 证确答案就在二十五万到五十万之间 张晓文迫不及待 张晓文 你的出价是 三十五 多少 三十五万 三十五万 王静没死了现在 只要这三十五万不是准确答案 三十五万这个价格请听提示 低了 所以正确答案在三十五万到五十万之间 王静 四十五万 四十五万请听提示 王静的第一次出价是四十五万 这个价格 高了 高了 王静 最后一次出价 三十万 四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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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四十万元 这是王静的最后出价 四十万元 我们刚才说四十五万 高了 四十万呢 四十万这个价格 我的提示是 低了 对于杨安明来说很纠结 是选一个接近四十万的数字 还是选一个接近四十五万的数字呢 杨安明 最后的答案是 四十二万五 找一个正中间 四十二万五千元 是杨安明今天最后的答案 四十二万五千元 我的提示是 当然这个提示也没什么用 我这个提示是 低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 本栏目合作的两家著名贩卖公司 和一家知名古安城 对 何海峡山水对联中堂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四十四万八千元 更接近的是王静 王静 获得今天最后的胜利 恭喜你 这个价格有什么样的依据 李老师 我先说一下这个中堂 堂屋呢也就是客厅 在中堂呢 是挂在客厅当中 有画配书法对联 这叫一堂 我们再看这幅画 孙堂同志书 这个画上也有 这个孙堂呢 据了解应该是 北京饭店的一个工作人员 所以这个有出处 有传承 有故事 这样的话 价格相对 比穷款 没有上款 没有依据 价格要高一些 四十四万八千元的价格 在您看来是一个保守的估价 还是一个成交的估价 应该是现在市场的价格吧 成交的估价 这个 以前 前几年呢 价格比这还要高 这么一堂 应该在七十万左右 现在这个价格比较平稳 这个价格也算可以 好 谢谢李老师 好 我们恭喜五号 我们请五号上台领奖 我们也请江苏省豫娇大师 饶宾先生 亲自为他颁奖 来 邀请 好 请饶大师亲自颁奖 恭喜你 他最后得到了 你觉得是实至名归吗 我觉得是实至名归 刚开始 我觉得他是点评 还有都比较专业 而且我觉得他策略用得特别好 他在那按兵不动 这两位都有点慌 是吧 尤其二号他就一次机会 就那么用了 蛮可惜的 让他请你们吃饭吧 好吧 好 恭喜 恭喜你 谢谢 谢谢杨阳老师 谢谢 好 谢谢 再次掌声感谢 坐在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 辛苦了 谢谢三位老师 谢谢 谢谢各位的参与 感谢各位收看 这一场的一锤定鱼 我是朱毅 下周见